继续看到 宜兰有骑士在路口撞上了外籍人士 撞击的瞬间 当场是人车倒地 吓坏了目击民众 同样有惊无险的是 有一群人要去台南参商 回程却开错路了 开到了南投市 而且70多岁的驾驶还突然陷入昏迷 偏偏整车的人都不会开车 在千军一法之际 还好有警车经过 随即将人送已就职 机车骑士来到十四路口 但贪图方便 没两段式左转 碰的一声瞬间撞上外籍机车骑士 事故现场机车零件四散 骑士的拖鞋也留在地面上 十八宜兰市二十六号早上八点多 八十八岁苏姓骑士行经旧城南路时 卫一规定两段式左转酿货 跟执行外籍骑士发生碰撞 缩心两人都只有四肢擦错轻伤 送已就职 这个外国人 那个可能是在地人这样子 对 而在南投也上眼有惊无险的马路状况 他原本有什么身体疾病 颠解他 亲友惊慌失措 拦下警车 因为车内驾驶换气困难 还逐渐失去意识 批批诊车除了驾驶 没人会开车 我看一下他是拍哪里的 啊 我想到一定是都去 火灾啦 虽然打了一一九求救 但眼看驾驶已经快要陷入昏迷 千军依法之际看到巡逻警车 立刻求援 驾驶是苗栗一名七十多岁 张姓男子 二十四号带亲友南下到台南三乡 但返程途中开错路来到南投市区 还上演惊魂祭 还好警车经过 让原本就义的五分钟路程 缩减为两分钟化解危机 记者综合报道